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近日有媒体拍摄到了新款奥迪Q7在国内的测试叠照 外观上,此前新载在海外已经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测试 它将采用最新的家族式外观造型 线连的隔山会向更加扁平的方向进化 预计会加入竖像的LED灯竹 侧面结合海外叠着来 它预计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在尾部只会使用新样式的尾灯 更加扁平,预计与新A8保持一致 动力方面暂时未知 作为参考,现款国内在车车型的搭载的是 2.0T和3.0T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别为252马力和333马力 小东西的外面,匹配的是8速手机DB最箱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麦克伦在上海车展期间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麦克伦600LT SPYDER 和麦克伦720S SPYDER车型 日期官方也公布了这两款车在国内的售价 外观上,麦克伦600LT SPYDER的整车设计 富有战斗气息 采用了顶棚式结构和太线维的Morning Sun 2底盘结构 准备质量为1297千克 相比硬顶版刺行仅增重50千克 动力一级搭载3.8升 双方能增压V8发动机 最大功率600马力 否则就达到了620牛米 麦克伦720S SPYDER车予硬顶版达到2岚 连续了麦克伦全碳纤维座舱Malikage 2 搭载可电动折叠的硬顶敞坡结构 动力方面继续搭载戴号为M840T的 10.0升受用了增压V8发动机 最大功率720马力 风扭矩770牛米 强盾方面匹配7速SSG别鼠箱 最终价格上麦克伦600LT SPYDER 售价319.5万元起 麦克伦720S SPYDER售价378.8万元起 吉利汽车观光消息 该款金刚正式上市 新车在外观和类似方面 预计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但全系换装LED静远光灯 其他配置方面也有一定的调整 例如入门车型手动进取型 比此前的手动超执行在售价方面高出4000元 配置方面增加发动机电子防盗 防停座椅 钥匙控制USB音源接口 LED远近光灯 LED日接行车等等 多力方面 新车继续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其最大功率为102马力 风扭矩为141牛米 全都方面匹配无数手动或四数自动免数箱 该车的指导价确件为4.79至6.59万元 不知道你会选择它吗 日前 宝君E100宝君E200分别增加了两款 续扬为250公里的车型 正式上市了 其中E100增加了自行版自响版 补贴后的售价分别为4.98万和5.98万 同样宝君E200也增加了自行版和自响版 补贴后的售价分别为5.48万和6.48万元 当然了除电池组的容量续扬里程的升级外 2019款车型与2018款车型相比 其他参数并不变化 比如宝君E100宝君E200最大功率仍然为29000瓦 宝君E100才宽高为2488-1506-1670毫米 着距为1600毫米 宝君E200才宽高依旧为2497-1526-1616毫米 着距为1600毫米 喜欢小车车的可以关注一下 宗泰公布了其他紧抽型SUV 宗泰A16有用于2019第三季度正式上色 届时新车的正式命名已将公布 新车采用倒滑自然自美天成的3.0时代设计理念 整体风格更具有时尚感 前连的LED大灯为分体式设计 中间被多个式条所分割 前包围两侧为通风孔式的装饰 造型前卫 上面配Z字型的特征贯穿式包围 新面处理干净有力 侧位配备有贯穿式的LED尾灯 其样式与侧头相呼应 色量的层纹高分别为4625-1840-1618毫米 折距为2700毫米 动力上暂时未知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微角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